人的免疫力是人体对外的重要防线,如果一个人的免疫力较低,就会经常患病,由于现在人们很多大城市都成了补业城,偏远的地区也是灯火通明,人们是越来越喜欢熬夜了,这里说导夜不是单纯的睡觉时间玩,而是夜生活,单单这一项就能让人的身体进入量健康,免疫力越来越低,身体越来越差。 可是,免疫力是看不见摸不着的,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抵抗力在下降呢?免疫力低下的四大表现,表现一,肠胃焦气,副性是由于为肠道感染大肠感菌等细菌引起的,有些人特别冗力副性,表明其微肠道抵越病菌的能力下降,是免疫系统防御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。 如果你的肠胃非常脆弱,在外面餐馆吃了一个普通的菜,其他人安然无恙,你却上吐下线,说明你的肠胃自身保护功能存在问题,建议少吃生冷的食物。 夏季是细菌自身自厉害的季节,可能说晚上喝点啤酒,吃点烧桃等,你的胃就能不舒服好几天,这种就是免疫力下降的表现。 切记,并从口入,要先二,经常感冒,如果感冒成了家常便饭,天气稍微变冷,变凉,来不及加衣服,就打喷气,咳嗽,发热,而且要经历好长一段时间才要好转,这就说明你的免疫力有所下降。 现在这种情况太常见了,有很多年轻人,白天睡觉晚上各种忙,一天一顿饭,十天半月见一次太阳,自己拿照片对比,是感觉甩老得太快。 中医上讲,人生病的原因就是正气不足,事物分阴阳,一天半月不见太阳,正气分足吗? 西医上也有这种说法,常常晒太阳能补钙,防止钙流失也是对身体很重要的。 咬线三,易感染传染病,如果你周围的人不论谁的感冒,不几天就会传染上你,如此形成规律的话,说明你的抵抗率存在问题了。 因人而异,一般女同事多一点,不爱运动的女同事更多,自己顿靠入座。 咬线四,伤口地感染,三个方法提升身体免疫力,坚持锻炼,人们在进行体育锻炼时,全身的肌肉和骨骼则的运动,体内各个器官活动加强,新陈代谢旺盛,血液循环加速,骨骼的脏血功能加强,免疫系统的活力增强,使体内产生更多的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,并增强其活性。 大家有知道一句话,生命在于运动,二,均衡饮食,营养均衡的膳食,对提高人体免疫功能,有十分积极的作用。 人们在膳食中要注意充分摄取满,三,大豆及其制品,这些都是含蛋白质丰富的食,以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A,B1,B2和钙,铃,铁,铁等矿物质,适当多只以上食物。 最促进免疫系统的活动,增强抗病能力大有异议,夏季时节一定要注意食物是否变质。 三,戒烟戒酒,烟草中含有三十余种对人体有害的物质,要想提高自身免疫力,预防传亚病就必须戒烟,少喝酒,有益健康。 十九,醉酒,取酒会削弱人体免疫功能,所以必须严格限制饮酒,老化重启,大家都懂得,这些要考异力。 四,保证睡眠,睡眠可帮以大脑神经细胞或度消耗而造成功能衰竭,有助于精神与体力的恢复及能量的储存。 一去研究证实,睡眠还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,增强抗病能力,有利于疾病好转、仓富。 不过,不要距离于每天八小时的睡眠规则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